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香港新闻连线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 继续为大家带来香港和全球的最新报道 今天第一则新闻是 澳门连续18年派遣 招弄港官不懂玩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麻烦你学下吧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21日报道 澳门政府日前宣布 将连续第18年全民派钱 其中永久居民可以继续派1万 非永久居民都可以派6,000 而根据澳门政府最新公布的财政储备数字 目前已经回升至6,000多亿澳门元 大概是5,800亿港元 反观由自及卿的香港 其储备数字较澳门少了几百亿 但仍有多项大白仗准备上马 将会耗费大量的公币 对比两个特区有评论就认为 澳门始终有博彩业支撑 政府也懂得如何应对中央的政策 而港府则在入不呼之的情况下 仍要大搞基建表示紧贴中央表忠 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后澳门赌场的生意多了 再次恢复五光十色 虽然仍未完全复苏 但现任特首何一成都趁此机会 在卸任前最后一次派堂 宣布再向永久和非永久居民分别派1万和6,000 而今次已是澳门连续第18年向全民派钱 特首何一成就指派钱只要经济方面稳步复苏 经济指标稳中向好 在2024年9月澳门的财政储备 初步录得6,170亿澳门元 较2019年同期增加435亿澳门元 他并指出公共财政已恢复盈遇 摆脱了疫情以来的财赤 预计明年的盈遇将达到77亿澳门元 澳门长久以来都是依靠博彩业带来稳定的收入 在疫情期间收入大减七成 澳门政府于疫情后曾多次表明 不能再次依赖博彩业 并且要推动经济的多元化 发展现代金融、高新科技、汇展、商贸、文化体育等的产业 希望可以增加收益 至于本地投资的预算 澳门在过去的5年只用了800亿澳门元 澳门的前立法会议员欧錦申认为 当地之所以仍有那么多的财政储备 全依赖博彩业留下的红厚家底 欧议员试问 产业多元是否就可以改善澳门的经济 整体的社会经济或者可以改善 但是就财政需来说 其实没有一样可以有博彩那么高的税收 而事实上 香港在过去的家底一样如此红厚 不过相比之下 不单止财政储备跌破6,000亿 只剩5,500多亿港元 在这个财政年度 头5个月更加录得了超过2,000亿的赤字 其中作为港府最主业的卖地收入成绩 同样极度惨淡 港府已经料明年的赤字会去到481亿元 虽然日不夫之 但是港府仍然继续大花筒 为了配合中央政策 未来仍有多项的大型计划 预料将会再花好大笔钱 包括新田科技城第一期 已经说要申请270多亿的撥款 又会花100多亿设立科创产业引导基金等 但会否带来稳健的收入 仍是未知之数 欧感申认为 港府并不是不明白因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要求 他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执行上澳门更加有弹性 澳门自己会调整更适应自己的方案 澳门就是懂得这样 欧感申以何一成为例 由于成哥做人大常委很多年 对内地那种玩法都知晓 但香港最惨的就是 好像李家超 其实他在内地没有任何关系 根本就不懂红线在哪里 变成中央有政策要求 就要全部做到以事中心 欧感申又指出 香港地产商都不敢买地 港府就更应该审慎理财 现在问题就是香港收入少了 开支大了 而澳门的收入正在逐渐追回来 开支本身大 但是澳门的人口比较少 相对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他以北部都会区 以及明日大鱼为例 现时连发展商都不敢要地 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推两大项目来增加土地供应 以上是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接着我们继续看 以色列总理租列罪犯 美国反对 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 全球哗言 根据《台湾中央社》21日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租国际刑事法院ICC 发布逮捕令议后 随即对外宣称 该消息不会阻止他继续捍衛以色列 美国也表示拒绝接受ICC今次的决定 意大利官员表示 如果内塔尼亚湖到访 他说恐将要被逼逮捕他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 在当日以涉嫌战争罪 和违反人道罪为由 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 军事首领戴夫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以及以色列前国防部长 葛朗特发布逮捕令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 内塔尼亚湖今天发布录影画面声明表示 没有任何一项令人发指的反以色列决定 可以阻止我们 阻止我们继续用一切的方法 来捍卫我们国家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强调 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 美国白宫在早前表示 美国至根本上拒绝今次 ICC的这一项 逮捕内塔尼亚湖和葛朗特的决定 美国并清楚地表明 ICC对这件事没有管核权 但声明未提及逮捕戴夫的决定 即将接棒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政府 其国家安全顾问瓦尔茲和维尔色列辩护 并承诺会对ICC和联合国的反游主义偏见 做出强烈的回应 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当日表示 如果内塔尼亚湖或者葛朗特赴意大利 以防将需要予以逮捕 不过克罗塞托也认为 ICC将内塔尼亚湖和葛朗特哈马斯 放在同一层是错误 意大利的外长塔加尼早前审慎地表示 我方支持ICC 意大利向来谨记ICC必须扮演法律及非政治角色 我方将会联合盟友共同评估应该怎么做 以及如何诠释这行决定 哈马斯激进分子在去年10月跨境进攻以色列 根据法新社对以色列官方数据的统计 哈马斯的攻击造成以国平民1206人死亡之后 以色列就持续在加沙走廊开展作战 在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 根据卫生铺数据显示 有关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已经导致加沙有44,056人死亡 其中多半是平民 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可信 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各位朋友有什么意见不妨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 最后懇请大家在追踪我们最新报道的同时 可以按下like subscribe 还有share新闻给你身边的朋友 多谢大家收听 我是小马 我们下次再见 好了 现在我拿了这种药回来吃 这种韩国的NMA 我完全转吃了这种药 第一就是经济实惠 第二就是加了这种药 对我的皮肤好 那就是因为真的实惠 1088元白折 即是870元 还送双重益生菌给你 双重免疫生菌 298元 870元还送298元 这种益生菌 是有一种protective coating 让它不会被胃酸侵食 送入你的小肠里面 每一粒是有20几种益生菌的 如果大家吃NMN 我建议你吃这种